嗨各位小财神晚安 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主题就是 你画面上看到的这个 也就是 我们的这个 BT21 这个最新的一张 就是赵峰银行发行的 很可爱的这个卡片 然后卡片我已经拿到了 今天要来跟大家简单做一个开箱 那我们就往下看 今天的节目重点 index会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 直接开箱信用卡给你看 如果你对这张卡片有兴趣的朋友 别忘了就是参与这个part 那第二呢 就是这张卡片有没有什么权益 有没有什么优惠 是你一定要去注意的 包括这张卡片 其实应该算是我们 目前市面上 现金回馈无上限 这个回馈很高的卡片2.1% 真的很高 比永风大物的2%高 也比新载echo卡的这个2% 都还要高 所以这是值得关注的 第二个亮点呢 就是行动支付有到5% 怎么样才能够拿到呢 第三个 宇宙级开户优惠 搭配MegaLite数位账户 可以再多拿210元 第四个 新卡好礼 你只要是首次跟团 申请这张卡片 有没有跟团没有差 首次申请这张卡片 刷2万1就有旅行箱 这个有没有什么MegaLite数 不知道怎么解任务的 今天会跟你讲 那再来就是 这张卡片要不要年费 也会跟大家解说 最后就是一个总结啦 那我们当然就进入我们的主题 也就是信用卡的开箱 这个大家应该都是很好奇 我也是很喜欢就是申办信用卡 然后来给大家就是做开箱 让大家看看说 这个卡片到底是怎么样 那我们当然就是直接剪开来 这个小屑屑 然后打开来 这边有一些我的个资稍微把它遮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卡面是在这样子的情况 然后它的背面呢 就是简单跟你解说说 这个卡片要怎么开卡 然后有一些票证的相关资讯这样子 那当然是直接把这个卡片 就是拆下来给大家看 那我把背后的个子稍微就是遮一下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卡片了 来简单的做个分享 它这个卡片呢 它是雾面的 然后亮黄色非常的可爱 其实是蛮多人会喜欢像这样子的设计 像我的话也是觉得说 尽管我是救护了 我的回馈没有那么高 但我还是还蛮喜欢来 就是办下来收藏的 那它的BT21的logo在这里 它其实是会这样闪闪发亮 bling bling的 还有这个VISA logo也是 所以整体而言我觉得它是蛮均衡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卡的背面 这个卡的资讯呢 通通都在这一侧 我都把它遮起来了 那你这边呢 就可以看到说 这边是签名栏 然后呢 这边是你的英文名字 然后还有就是 它所使用的这个环保的标章 所以它的正面跟背面 通通都是黄色的 那它的侧面呢 是白的 所以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那因为是平面款的关系 所以你放在这个皮甲里面 也不会有磨损的问题 这是还不错 就是提供给你参考 再来呢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产品的权益 它一共有四个亮点 包括还有一个最新的亮点 就是搭配MegaLite数位账户来额外加码210元现金 这个也是这一次 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发现它新增上去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多赚一点好康的话呢 这个呢就把握机会一起申办回馈最高 来看一下基本资料 新户的话呢是2.1%无上限 旧户的话呢只有0.6 像我就是0.6 所以我可能就不太爱它 不太想要拿它出来用 但如果你是新户 2.1%无上限非常的不错 那它有没有什么Mega 等一下我给你解说 那行动支付最高5% 稍后会讲 搭配MegaLite账户 多210元的现金到你的账户 所以如果你没有赵峰的MegaLite账户 很建议你就是趁现在的活动赶快来申请 然后绑定账户自动扣角 然后电子账单 其实你就是一劳永逸 所有的优惠都用都一次拿 是蛮好的 那如果你消费2万亿的话呢 它再送你一个限量的行李箱 这个是BT21的专属这个产品 因为平常其实BT21的周边商品都蛮贵的 但是这次信用卡谈到这个优惠 我觉得就很适合喜欢BT21的产品的粉丝们 那你现在如果刷3比1088 赵峰还会再送你一份早餐 所以这个是有登录 然后有刷就有回馈 很适合就是一起拿来解任务 那如果你把这张卡片拿来做汽油的加油 在指定交易战有最高有降1.2公升 也可以拿来做加油 这还不错 这张卡片的年费是3000 只要你申请电子账单就免年费了 所以就是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那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看我们画面的右下角 这边的这个logo呢 这边这个QR Code你就可以申请了 那再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2.1% 到底怎么取得 我为什么说它是这个 国内现金回馈的最神的卡片 因为呢一般来讲就是国内 现金回馈大概2%封顶了 其实很多的信用卡都是2%左右 像永宫大户现金回馈预期卡 它就是2% 不过呢你必须要绑这个10万块 在它的账上 你才能够拿到最高2% 国内最高2%这样子 那上限可以刷多少呢 一个月只能刷6万 相对而言 这张卡片它是2.1% 那它是0.6再加上1.5 所以加起来是2.1% 但是它是现金回馈无上限 那你也不需要额外再去 开户或者是再放钱跟它往来 才可以拿到高回馈 所以这点它的确是比大户好一点 那它的活动期间呢 是7月21号到12月31号 所以如果你最近也要换一张 就是高现金回馈的朋友 这张卡片是可以考虑的 那如果你本身就已经有照封的信用卡 你就是旧户 像我就是 所以我的回馈率就只有0.6 那这个时候呢 对我来讲半张卡片就是收藏用 我反而会建议 如果你想要现金回馈的朋友 那你可以回去使用永峰大户 因为它一个月可以刷6万 其实一般小资主也不会刷到那么多 但如果你是大额的使用者 一个月大概刷个十几二十万的 那么这张卡片反而是很适合你的 比如说你刷100万 每个月就有2.1万的现金回馈 这就蛮猛的 那你只要绑定这个 电子账单 取消资本账单 12个月内呢 通通都有1.5%加码 也就是说你现在 在8月24号申办 在明年的8月23号之前的 这一整年 通通都是2.1%现金回馈 所以这个很适合 无脑一族来使用的 不过你有点要特别注意 它写不含保费 你看画面上这个 所以如果你要拿来缴保费的话 请你参考我们之前的影片 也介绍过这个缴保费的 省卡排行榜 那就不是这张卡片 这张卡片排除保费 永峰大户也是排除保费的部分 那他这边还有讲到一点 就是限定在永久额度以内的消费 才能够拿到最高2.1% 那如果你用零条 或者是额度调高 一角的方式的话呢 他都不适用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是 有机会的话呢 就是想办法调升自己的额度 那你看我这边的信用卡额度 有没有 他写到108万嘛 108.000.000 所以其实我之前也有写过文章 跟大家分享 跟银行往来不是一触可击 马上就可以拿到最高的额度 我一开始可能也是5万10万 然后慢慢的增加 20万40万60万80万 然后翻一倍变100万 所以这个是大家需要花时间跟银行往来 你才能够拿到比较高的额度 那你拿到高额度之后呢 你来刷卡参考拿到最高的回馈 所以这个是相辅相成的 提供给你参考 下一个行动支付最高5%呢 它其实是从刚刚前面讲到的 这个新户2.1%再加上2.9% 所以你看我这边这个算式 你就知道 它的活动期间是7月21号到12月31号 一样是走到这个年底 那你新户就有基本0.6 再加上加码的1.5 所以这样加起来的话呢 就已经2.1了 然后再加上2.9%的行动支付加码 最高就来到5% 所以这个2.9%每个月可以拿300 回推大概是刷1万块 又344元 你就可以拿到最高回馈 所以不好记的话 你就刷大概刷个1万块左右 都可以拿到5% 就是还不错 指定的行动支付有哪些呢 像Apple Pay 台湾Pay LinePay接口支付 所以LinePay接口支付 其实就很泛用 你把它绑在超商刷 其实照理说只要过个水 应该都是有回馈的 所以我就会建议 你喜欢在四大超商刷卡的朋友 你可以搭配这张卡片 跟接口支付 其实就可以吃到回馈 这个是蛮不错的 那LinePay的话 因为它有绑定这个限定的银行 所以不是每一家银行绑定在LinePay上面 都可以在超商支付 基本上就是以中信 然后以台北富邦为主 那相关的你要再去看它的游戏规则这样子 那特别注意它这个现金回馈的部分 它有要求说 公底用四期账单请六个月内新增消费 预期就事同放弃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归零高 那如果你用了这张卡片刷了之后 接下来半年你都没有刷它 你的现金回馈就会归零了 所以我建议你就是有刷 就要尽量每个月都去刷 这样子你的这个回馈 回馈经常不会被吃掉 比如说你刷了1万块 你达到210元的回馈 那你至少下一期要刷个210元 然后把这个点数 这个现金回馈把它给抵掉 不然的话就很可惜了 新户5% 旧户多少 旧户其实就少了这个1.5% 所以大概是3.5%左右 所以我们之前也有跟大家介绍过 这个LinePay的绑定支付排行榜 这个蛮多人喜欢的 这个整理的很详实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LinePay 如果要有至少要5%以上 我才会去使用 那我是旧户的话只有3.5% 我就会觉得说还好 所以这张卡片就会被我排到比较后面 我可能就会先用其他的信用卡 信用卡的回馈 其实都吃了差不多之后 才会考虑用到这张卡片 所以对于旧户来讲 这张卡片其实是蛮鸡肋的 下一个 加办MegaLine的账户再多拿210元 这很简单 就是你需要先登录 它限量前1万名 那你申办了这张卡片之后 别忘了扫我们上面的QR Code 我已经帮你整理好了 进去之后就是赵峰的登录网页 登录你的卡号资料之后 那么你再来开户就可以拿到最高210元 那这个MegaLine有什么优惠 这个像我下面写的 它有这个BT21的VISA签帐金融卡 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其实是在去年 他们有做一个这个新的卡面的这个活动 那我那时候我就直接去申办 就直接去换卡 所以这个卡面呢 跟这个我们现在最新的这张黄色的 它其实是一整套一整个系列 就还蛮可爱的 所以如果你喜欢的是BT21的话呢 这些卡片呢 你只要申请都可以免费取得 那你也可以跟我一样就是把它办下来当收藏 也不错 这个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推荐给你分享 那么MegaLine的优惠就是每个月有10次的跨题 跟10次的跨转 这你可以参考 那它的台币活储的话 最高目前是有一%的年期 那相关的活动细则 你上广场去看 它就会有解说了 就是提供给你参考啦 下一个 新卡满额送旅行箱 这个旅行箱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它是把我们这个信用卡上面的图样呢 把它放到里面去 有一些不一样 应该是另外再买的一个版权啦 蛮可爱的 那出国的话带这个出去玩 应该是会蛮开心的 所以你如果真的很想这个东西的话呢 你可以做这个申办信用卡 然后并且刷卡 那21000怎么刷呢 很简单 你可以去MOMO 然后你去买东西 我只是PCO买东西 如果真的买不了那么多 你可以用储值的方式 比如说你可以去加乐福 然后呢 储值在加乐福的钱包里面 这样就符合资格 加乐福钱包最高可以储到5万 所以21000除进去 绝对符合资格 那你再慢慢去刷 慢慢去买东西就好了 那或者是你在PCO里面储值 或者是你在MOMO里面买MOMO红利金 或者是储值在星巴克里面 或者是摩斯的那个 它的这个会员卡里面 其实都有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21000分散在不同的 这些你平常会用到的一些通路 那你再慢慢的去把它消化掉 其实就可以快速的去符合这个资格 那也特别提醒 就是BT21的限量旅行箱 只有7月21号到9月30号 9月30号之后 它这活动结束可能就没有了 所以也别忘了要记得登录 8月22号早上10点起 开放登录领奖 但是因为可能21000的门槛有点高 所以现在登录的不太多 你真的有兴趣的话呢 你现在去登录去刷卡 其实都有机会拿到这样子 那这个价值多少 官网有写500块钱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 你刷了2万亿之后 最后只有拿到一个500块的 这个等值的商品 那我觉得有时候 你不如直接拿这个500刷卡 去买好一点的这个旅行箱 不是比较好吗 真的蛮有趣的 那这个免费需求的部分呢 提醒大家一下 这个很简单 申办下来不用担心免费的问题 那你如果有申请电子账单的话呢 就是终身免费啦 那记得这个值本账单 记得要取消 这样就符合资格了 那如果你不想要申请电子账单 你也可以拿这张卡片 一年刷2笔 或者是刷个3000元 就符合资格了 所以这个账卡不用担心年费 申办付卡也不用年费 所以这张卡片 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好来总结一下 就是这张卡片 我个人觉得 它很适合 这个喜欢现金回馈的朋友申请 怎么说 因为它就是单纯无脑的刷卡 给现金回馈 然后刺期这里账单 就是这样子而已 它不需要你在非得开户 或者是一定要存个多少钱 才可以拿到这么高的回馈 不用它就是直接给你新护加1.5 所以就是无脑棒力刷 就是2.1%的现金回馈无上限 那也是国内所有的现金回馈卡里面 算是回馈上的高标 除非有其他银行愿意给到 超过2.1%的现金回馈 不然的话 这张卡片目前应该是最强最猛的 因为它还是无上限的 那像什么台北富邦J卡 它是给的是点数 然后国内也才2% 那绑定台北支付才3% 所以而且都现在都开始有设定上限了 所以反而公股银行赵峰提供的 这个2.1%回馈无上限的这个呢 是我个人觉得2021年下半年 就是值得关注的一张信用卡 也希望你们自己如果有喜欢的话呢 也可以去官网自己去研究一下 然后就知道我讲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好 那今天的节目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也非常欢迎你就是分享给你身边的亲友 然后让他们一起来学习这个 靠信用卡来省钱投资理财的奥秘 我是报告梦我们下回再见拜拜